哈喽大家好我是洛洛 欢迎收看极限拔刀生存第五集 你看我多有见见之明啊 连东西都准备好了 嘎了之后回来就能直接用 哎不对 没有细数字工具都做不了 哎呀又下雨了 西方冷雨和你的心情很配哦 哎呀你这个人真讨厌 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我多弄点数字 你嘎了之后也能用得像啊对不对 我又不是你 还不会经意嘎呢 你都嘎了四回了是吧 你不也嘎了两回吗 我要嘎个五百次 你也能嘎个二百五啊 你好了没 咱们先去找红杀个火箭背包 对哦 我们到现在连个火箭背包都没有 走吧我们从火山出发 我去我没星星了我传送不了 又得进星星里头了 有点揍不住了都 你在讹我我看出来了 哎呦我真是没提 他还给了我两个呢真好 兄弟啊你得你喝白给了 你又嘎了 你就是说这游戏还能玩不 这八个也太多了 你就说我冤不冤吧 把刚刚干过的活再干一遍 我哥去挖铜了 这一回我得把树枝也放进箱子里 不错嘛都嘎出经验来了 来来先把头护住啊 你让我先跟你探个路 哎呦这狗的我传送一下就像是英勇就义一样 还好这次没事 我哥记忆你真不错 带着我直接找到老红杀头 你看这么多彼岸话 想当初我们插脸跑断腿 你杀杀头鸡干啥呀 那我也不能杀你呀 就只能拿他出气了呗 哇这里有草堆 真是等来全部费功夫 红杀也挖了好几组 终于能做火药了 但是火箭弹还差线框 你来家带着我去啊 你去就你去 我又不跟你抢 红味牛呢 十只小牛了 可惜都长不得 玉米还没成熟多少呢 也没有种子换肥尿 青瓜和番薯也少得可怜 这个急不来 再等等 你怎么一去牛圈 就舍不着回来呢 快回来火箭弼包就做好了 来了来了 哇有的这个东西 我就感觉安全多了 那我看你这次能坚持多久 哎你去哪里呀 都不叫我 去你的梦魇新华子营室啊 叫你上来看你怎么干嘛 洛洛 你瞧不起谁呢 反正我已经来了 那你可得小心一点 别上空岛了 我倒是想上啊 但是没心能算头 上去了也是白打 你看我现在多小心 把怪性干净了才去挖矿 没办法 家里太穷了 死不起啊 我哥还回家的时候 我才挖了这么点东西 还不知道能不能保得住呢 来吧 再应用就义一回 还好还好保住了 给你先弄断头 你来做五金甲 好嘞 咱就是说你给我五金甲 我也不敢穿呢 嘎了不就没了吗 你这就是具信心了 虽然你五七嘎五回 但是你要永远相信 你是最棒的 还说还说 明明五次有三姿势出bug死的好吗 两次是传送的时候死的 一次是穿狗弹出来关不掉死的 像这种情况我内心再强大也没用啊 那你就只能自然倒霉咯 哎 越说越郁闷 不说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呢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